然後去跑了機場 有參與了籃球和跑步 跑步我是跑400米的 但有些可惜呢 因為我跑那天呢 我的活動是第一個活動 然後要下很大雨 我下午要開工 我只可以跑到初賽 跑完初賽我就要回去繼續跑 有些可惜呢? 我也想跑完 因為其實我初賽已經跑了一個 我自己很滿意的時間 其實對自己已經交到功課 但也希望同樣 年輕的時候 會比我年長的 會比賽性質的比較少了 但其實每天都有做運動 尤其是去年要拍拳堂 其實做運動變成一個 好像日常的習慣 我都很開心有一個機會 因為你有一個目標 你就會一直保持自己的身體 這次用了一個月 有針對性的跑圈 針對性的跑體能 所以最後出來的成績是OK 而且沒有受傷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沒有受傷 你會繼續嗎? 是否繼續玩 有 其實做運動 我覺得是一輩子的 例如現在每天起床 都會盡量做些加料 睡前 如果吃得多些 又盡量去跑步 其實跑步應該是每天都可以做到的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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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